跑男12期收官之战请来了中两级的嘉宾 陈丽龙 景博然 小沈阳 沈佳妮等等 都是跑男成员最爱的朋友或者是爱人 单从阵容方面来说 这期的收视率肯定是爆的 虽然是最后一期 但是一定会留给观众无限的念想的 期待跑男第八季强势归来 王艳林的变化是最大的 拍戏回来后整个人黑得发光了 不过他还是那个爱搞笑的王大爷 王艳林邀请的嘉宾是陈丽龙 来自嗨室友的神仙友情啊 很多观众也是被弄弄而来的 突然唱起了baby这首歌 此时的陈丽龙瞬间蒙圈了 两个人完全不在一个频道了 王艳林老尴尬了 富有贵在地上颜面扫地 这时有谁注意到陈丽龙在背后做了啥呢 因为陈丽龙也是不知所措的 他也不清楚王艳林为什么会突然蹲在地上 所以下意识地拍了拍王艳林的后背 表示挺对不住他的 尴尬了 更多的是礼貌和抱歉 难怪陈丽龙那么火 小细节暴露人品 真的是太有礼貌了 也为他们的友情鼓掌 大家喜欢王艳林和陈丽龙吗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